从阴上忏悔,尤其是千贪嫉妒。 作者,福安古观音阁。 以前袁焕仙在打坐修行时,感觉有一条蛇,下坐后就跟南怀锦说,我功夫还远的,我心中还有嗔恨。 人在嗔恨时,这个力量可以化成蛇。 这也是新造出来的。 这里讲个故事。 有个外道修行,修到可以灵魂出窍,有次道人带住他的弟子,去看他的景象。 发现外道一打坐,真的灵魂出现,但跑出来是一条蛇,这条蛇去吸臭水沟的水,那个道人就拿住一根草,横在蛇的前方。 那条蛇吓了一跳,又跑回去了,进了外道的身体。 外道出来后,就说,自己去了天上,喝了王母娘娘的穷姜,但看到一个金甲神,拿住一把剑所以就赶紧跑回来了。 道人就说,你看这个外道,称恨心重,化成一条蛇出来,看到臭水沟以为是穷姜,看到草以为是金甲神的剑。 修行要从心上下手,莫有改变心的习气,不堕落很难。 药师经上讲道,恶像,狮子,虎狼,熊皮,毒蛇,恶蝎,蜈蚣,油盐,文蒙等部。 这些都是人内心称恨所幻化成来的。 但也是真的。 人的夜暴身,由人的夜力和心念所变成的。 称恨心重,就会变成蛇。 梁武帝的妃子,也因为称恨极度,就变成了大蟒蛇。 所以说,起心动念,要观察住,尤其是人的称恨极度心。 要降服这个称恨心,很不简单。 要多念经,人一称恨,就活在地狱中,要好好念的藏经,忏悔称恨。 忏悔时,要从音上忏悔。 骂人,恶口,两舌,这个是果,这些因是什么? 是千贪极度。 或者我们不骂人,但心中千贪极度,这样子仍然堕落。 要降服这个称恨,很不容易。 有的人脾气很大,但称恨心小,有的人脾气小,但心中存称恨。 有的人对社会上一些事情看不爽,或者分别念太强,太执著好坏善恶,其实也是称心重的表现。 人看不顺眼一些事情,有看不顺眼的念头,这个念头就是地狱。 因为我们看到了阴暗,阴暗就是地狱。 很难,修行要多念的藏经和药师经,超度内心的地狱,尤其是自己心的恶习。 药师经开始,千贪极度,自赞毁他,就直接落入的狱。 你看,不要造恶出来,就是心中起这个念头,三恶道都躲不过。 念药师经时,我看到了都怕,按照药师经讲法,我是三恶道躲不过了。 祖师大德很慈悲,佛经浩瀚如海,为什么他们只选择了《金刚经药师经》《地藏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《普贤行》《愿品》呢? 因为这些经典,都开始了人的习气,以及解脱的方式。